大家好,现在都已经到了三月份了 为什么你家的这个金鱼吊栏还是一个花苞的物件呢 其实就是因为你没有把这些前期工作做到位 导致这个金鱼吊栏现在还是绿油油的一片 一个花苞的物件掌握这盆金鱼吊栏 它的花苞已经是挂满了枝头了 那么今天我就把我做的这些前期工作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就是在立春的那一段时间给它做了一次修剪 修剪了之后它长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侧枝 它的侧枝多了,它的生长速度就会更猛 那么到时候开花就会更加漂亮 大家看我这些枝头上面已经是挂了密密麻麻的这些花苞 基本每个枝头上面都有 这些就是它新长出来的花苞了 这些也是 在气温刚刚开始上升的那一段时间 给它进行一次栽心打顶促进它新芽的生长 它的新芽多了,那么它长花苞的速度就会更快 那么第二个就是在早期就给它恢复了一下这个根系 金鱼吊栏在冬季的时候 这个根系可能被冻伤了一些 那么它后期生长就会出现一个直质的状态 那么在给它做了修剪之后就给它交了一次根系修复剂 交了一到两次之后 这个金鱼吊栏它的生长速度已经是提升上来了 它的根系活性也已经被提升了 那么它的整个生长状态都已经变好了 那么第三个就是给它出事的时间 我选择了在春节的那一段时间就给它挪出事了 现在出事养护已经有了20天左右了 这个金鱼吊栏它的花苞已经是挂上了枝头 甚至有一些都已经打开了 如果有条件的话 最好是把这个金鱼吊栏挪到室外去养护 让它接受到充足的光照 那么第四个就是给它用肥这方面的根系修复了之后 已经恢复了生长状态 我就给它用了这个醋花催花型的营养液 它里面的零元素含量比较高 对这个金鱼吊栏催花来说是比较合适的 如果你也想要自家的金鱼吊栏更早开花的话 那么就给它使用这种醋花催花型的营养液就可以了 其实这四个小细节稍微注意一下 自家的金鱼吊栏就能够快速的开花了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好 好